如果我們發現衣服有臭蟲,其實很簡單 因為我穿得不需要高溫,看你怎麼看 如果不成功,你才利用高溫紙 這種就是垃圾的袋 因為有時候你們的皮膚很多 所以如果你怕穿了,沒關係 然後你就把這個,把兩個 如果你怕得很保養,就把兩個 很簡單 把這兩個套衣服 因為這是相當大的,另一張皮膚都可以裝出來 然後呢,你把你鵪鎮的,有臭蟲的衣服 放在裡面 放在裡面 一兩個袋子,如果你怕它穿了,沒所謂 你要抖一種袋子 抖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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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抖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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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擇 抖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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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後 不是愛用的 一樣 клад 大抖 抖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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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вар 然後呢 然後我這樣溫出來 大概20小時或者15小時也可以隨便你 還有一個告訴你 以後我解決問題 還有就是我們這張床 如果我們的這張床我告訴你們 因為為什麼 因為我不怕被你們說 因為我們這張床 如果這張床是鮮魚的時候 那張床裡面可能會令牠潮濕 所以如果我們這張床 有牆墊、牆墊、牆墊 睡覺的時候 踢到這邊很容易牠的臭蟲 因為我們身體是熱的 所以那張床是糊 什麼都有 如果你踢著 因為那些地方小 不可能 車窄的地方 那張床拉出來 所以我們就試試 那張床拍著賣邊的 沒關係 那你買一塊 這塊是垃圾的 如果他那張床有多大 你就盡量 你當然弄長一點 是垃圾的 然後呢 你就把它放在旁邊 譬如說這張床墊 這張床墊 然後把這個垃圾的 隔著來 它就不可以擦 隔著來 隔著來 水分沒有容易 令牆墊 就變成 不會那麼容易生草蟲了 因為隔了水分 這個牆墊不會濕了 所以沒有辦法的地方想 周期節約的時候 OK 拜拜